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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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个敌宫 藏点儿兵 不是件难事吧 这个世上 我只信我自己 先生 交给你们了 你的家里 开花 有你 你 你的时间不多了 若事不可为 莫怪我转身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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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都别看了 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神明 都是假的 杀贼人者赏金风绝 杀贼人者赏金风绝 明天的路或许就走到了终点 就随我一起舍死忘生吧 许战一体 生死与动 杀 你们杀不了我 我就是要全天下的人都知道 就算是神也得跪在我的脚下 向我俯首称臣 你太虽然 你太虽然 感尘 熊 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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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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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了 好久啊 花刺树呢 好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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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天子 好久啊 俩好久啊 來 bottom 啊 qui strip 哈哈哈哈 我上鹅頭 逐厄勿进 追上宁令歌 为王上复仇 是 大宋少年制 二由特伦苏冠名播出 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伦苏 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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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她杀了 你确定 你已经 杀死她了 手那么重的伤 没有活路 那你此时此刻 应该在街掌王犬 你为什么会跑回我这里 墨藏恶王要杀我 赶快走回星青府 收拢旧步逆转破局 母后 快走 来不及了 墨藏恶王要杀我 你敢训杀太子 太子弑君 其罪滔天 为死而已 你 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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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放弃太子之威 愿后一死必有纷争 活在军里多少有些威望 我愿助国下主掌大权 要寻活路 光说怎么行 站着 母后 你不是说 活着才最重要吗 你觉得 她现在有给你活路吗 她现在是给你死前的羞辱 宁灵哥 如果我们是有活路的话 卑躬取行 那不在话下 但如果我们只有死路一条 那不在话下 那不在话下 尊严 留在此刻 好吗 不过说得是 是 不愧是大夏皇后啊 早就不是了 是 太子走好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皇后放心 谋逆的只是太子 臣不会对皇后无礼 只是这世间纷乱又过于凶险 为皇后的安危着想 从今往后就别离开这屋子了 皇后 感谢国相的厚爱 但请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地活着 因为我还要看着墨葬家的结局呢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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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几天了吧 是不放心大厦国事吗 有臣在呢 卿天子可放心 你死以后 我儿便是太子 荒唐 什么太子 是新的大厦之主 卿天子你可放宽心 你令歌已死 从今以后 无人再与我儿争斗 你得到我儿子 我是大学生 我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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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要做什么 我儿子 我儿子 是小学生 你能让真的 你还把我儿子 你给你 请天子 安心去吧 恭送请天子归天 请天子归天 你好歹也拜一拜 宁令哥死这些天 没什么活着了 宁令哥刺杀卿天子 被一众护卫瞧见 我杀的理所应当 从今往后 大夏就是我末葬一族的天下了 对了 那几个少年呢 约号和宁令哥死了 没想到这么难的事情居然被你们给办成了 国相不必谦虚 若是没有你 也没有我们今日 若没有你们 我也不会下定决心走上这条路 历史会记得暴君元昊之死 死于宁令哥 死于我莫藏额旁 也许还会有你们的名字 不会有我们 因为我们根本就不存在 恭喜国下 执掌大权 如今知道真相的 只剩下我们了 是啊 就只剩下你们了 就只剩下你们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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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直到割破黑暗那曙光 照亮所有相望 踏破风雪故人在归宠 新的不负自生 新的不负自生 再往前走便是大宋境内 就不送了 国乡不杀我们 刺杀那日日赤无光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算出来的凑巧碰上的 国乡信哪个 这哪能算呢 看来是天意要元昊死啊 若不是这天象 那天你们就算杀了元昊 也会被他麾下的士兵斩杀 这个我们都知道 所以除了这天象 你们安排的活路在哪 没有 说笑了 怎么会有人往死路上走 我倒是想插句话 就因为这天象异常 故乡就放我们活着离开 我又不是元昊那个疯子 他下只是小国无力挣战 从今往后还要依靠大宋生皇 若杀了你们 那岂不是与大宋为敌 不知道 杀了我们就是与大宋为敌 你们出生入死 刺杀元昊 身上定有大宋书密院之令 搞不好是大宋皇帝亲自安排的 这种事情瞒不过我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是自己想杀元昊 跟朝堂无关呢 绝无可能 若非朝堂密令 加上家人威胁 怎么会有人冒着必死的威胁 做此等大事啊 若是为了消除战乱 保天下安宁呢 就为这个 命都不要了 谁会信呢 是啊 谁会信呢 傻子才信呢 诸位少年有为 这次回去定是高官后路 我这边提前拱合 期盼有缘再见 下班 打电话 想想也真是傻 这一路走过来 什么好处没闹着 只要可乙签 我才不烫出这种混书 梳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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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师傅师傅早就认识 所以你杀他 是为了帮他解脱吗 我新举的戒士 已经有了身孕 袁仲昕 从今往后 你我再无关联 回答我 他不回答 等我伤好了 我还是要杀他为我爹报仇的 到时候我帮你 那我们回大宋之后该做什么 当然是先养伤了 伤好了以后呢 总不能人生就没有目标了吧 秘阁一共十斋 还有其他几斋 下了屋 或许我们应该把他们找回来 有道理 之前在秘阁的时候 其他几斋 好几个人都签我赌占 这钱得要回来收 喂 你要不去见见凉湾香 好歹道个别 不用了 他是幼州少都同军 我是大宋的军户子弟 只怕你以后不会战场相见 我就信满一租了 那就说好了 伤好之后 我们一起去搜寻 其余几债的下落 找不到他们还带着任务呢 想想还觉得挺有意思的 校长 你觉得呢 先称轻吧 称什么 等我上阳好了之后 我和袁仲欣 小景和王宽 先把轻给撑了 然后再去想其他的 校长 你这么直接吗 对于我来说 这就是头疼大事